民进党加油!民进党加油!民进党加油! 在民进党区立委初选登记最后一天 金融市议员张志豪、张炳钧 及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郑文廷 分别完成登记并缴交保证金 在立法院蔡世英宣布不进选连任后 三人都表达了当仁不让的决心 希望接棒蔡世英在立委任内的良好表现 为民进党守住台湾头的这一席立委 蔡世英委员现在宣布不继续参选之后 我们也希望说金融市能够继续有优质的立法委员 能够在中央为金融继续看顾金融的预算 为金融争取必要的建设 像现在金融市的捷运 这是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中央级的建设 我自己觉得说对市政有足够的了解 同时对中央级的政治的议题 还有国际相关的领域 其实我也都有一些涉猎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好好的为金融市供奉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为我们金融 让我们金融能够更好 在秉均担任市盈的期间 其实我跟蔡世英立委 我们两个共同为我们中山区 不管是争取了我们1813D的快捷公车 150B 150C的泰勒客运 同时我们也有一起争取的 比如说我们协和文化青植公园 海星平坦的修缮 还有很多路段的电线杆地下化 那市盈委员对我来讲亦师亦友 那他这么优质的表现 更是深深打动我的心 所以当市盈委员决定不再参选的时候 我也决定承担这个责任 效保我们蔡市盈委员的精神 继续当个最优质的民意代表 来为我们金融市民服务跟打拼 这一次是一个艰困的一个选战 2024对民进党以及对台湾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国内国外 各个国际情势 那金融的进步不能停顿 金融捷运必须在国会有人来看顾 还有金融的进步也不能够迟滞不前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只是要为金融而努力 也要为台湾守护住 这最重要的一个港口的一个立委 力挺这问题参选 并陪同完成登记的立法院林楚英表示 与蔡世英在立法院是合作无间的好同事 因此希望金融市能透过民主方式 推出最强帮 搭配赖清德主席 在2024打赢总统和立委选战 像大家说的 我们都是蔡世英的团队 我们都是林永昌的团队 我们更是赖清德主席底下子挺台湾 我们要一起挺台湾 基隆这一席 民进党一定会派出最优质的候选人 我们基隆是属于台湾的领头羊 基隆这一席绝对一定要把他守住 由于有三人登记参加党内初选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会将登记结果承报党中央 并在4月18号前进行党内协调 协调不成的话再举办初选民调 今天截止之后 那我们大概会承送给中央 中央党部 那会立即着手就开始来协调 那么协调不成之后 大概就在4月18号为协调的截止日 那么截止之后 那如果没有协调成功的话 那么就要办理初选 那民调初选 林两届或公都盟 评鉴为最优秀立委的蔡世英 不竞选连任 对民进党金融市立委选情 虽然造成冲击 不过是党部主委苏仁和认为 这几位参加党内初选的候选人 年轻专业干劲十足 他有信心能推出最强人选 赢得2024的立委选举 2024一定要赢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